你真的来了 你救命 你收拾 你是这样的 你是我男朋友 你告诉 你是我男朋友 我们没有分手 你告诉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到底哪做错了 你告诉我 你老见一下好不好 他现在是我男朋友 你怎么不说话 你怎么不说话呢 我们已经分手一个月了 我交不交女朋友 不关你的事吧 你瘦了 瘦不瘦 不关你的事 我们俩今天很幸福 不是这样的 你告诉大家 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我们俩已经不可能了 你知道吗 来 有请 你平复一下心情啊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贝德 然后在我旁边的这位 是我的女朋友 珊珊 主持人好 我是珊珊 贝德 离开王子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一开始我们俩的感情 还是处理得不错的 然后直到双方家长见面 她的爸妈 就不太看得上我爸妈 有点瞧不起 即使是这样呢 我也没有放弃 因为王子之前的 对我爸妈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然后直到我第一次的 跟她提分手的时候吧 然后她在我家楼下 守了两天两夜 绝食 最后闹的民警 都去我家敲门去 然后解决这个事情 然后破忧耐嘛 然后就跟她继续又和好吧 然后直到第二次吧 下了班呢 我刚一回家 然后就看 她从包里拿出一把折叠刀 就架在脖子上 王贝德 你别说了 别说了 行不行 我分手 就要自杀 她这个行为 有点太极端了 当时有点都吓得我爸妈了 然后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去夺那把刀 然后我就把刀夺过来了 但是我也摔在地上 而且还不小心被她划伤了 然后我是真 梅德 她都闹到我父母面前了 然后我还是就 又跟她和好 但是我从这次事件以后 我就已经不想和她在一起 然后直到第三次吧 她在她家里 给我打电话 你还有完没完啊 她很凶地告诉我 说如果半个小时内 不到她家的话 她就开始要自存 你觉得这个女孩 为什么会做出一些 这么极端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 她从小也可能 父母 离异嘛 然后可能感受不到关爱 其实我真的 我也不想伤害她 我也希望大家帮她 然后能让她以后 不要做那么极端的事情 能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也希望她 能死心 因为我已经现在有女朋友了 是 我们俩 太爱你了 我们俩刚好不久 她们分手之后 我们才在一起的 早上我七点半准时 在她家楼下 那八点她准时出门 中午正常 正常从公司出来吃饭 晚上正常回家 等她家灯溪了 我才会回家 她不见不代表我不存在啊 现在转线这么夸杂 微信 视频 都可以 她通过忙 有一回 我们俩在那个咖啡厅里面 喝咖啡 那是你叫我去的 就上去 那是因为你无限地忠惩 我实在受不了 我想 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女朋友了 我纠缠你有怎样 那好啊 你让我看见吧 你理人他去我家楼下吗 你何必叫我呢 何必呢 我见到他才知道王子的事 他但是情绪 特别不管这样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你告诉我 你明明知道 我跟他在一起 为什么要抢男朋友 我们要抢男朋友 问现在干嘛 你们已经分手了 我俩才在一起的 你要多少钱我给你 你说嘛 开价嘛 王妹子已经不爱你了 主持人 我们俩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希望王子以后 不要再打扰我俩的生活了 我刚才说的都说了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他再这样闹下去 我俩觉得离开这座城市 你说不下去了吧 在这 没有 就是说 你都不无力去闹吗 在这儿真没法谈了 你觉得我已经把话都说干净了 他表白我根本就不接受了 我其实也不是来表白的 他要爱我的话 他不可能做出那么极端的事情 但我不是因为爱你 我干嘛那么做 你如果你不逼着我分手 我会那么做吗 王贝德 没必要跟你多说 你别走 你回来 你回来 王贝德 你给我回来 王贝德 你不能走 赵子别回来 你回来 让大家看清楚 别走 住手 为什么住手 为什么让我住手 为什么让我住手 先说清楚 先冷静一下 王子 王子 先冷静一下 今天你们俩来 是为了证明让他死心 证明你们俩 确实是情侣 是吗 你们俩就是证明 就是啊 你证明吗 我们是一见钟情的 这么帅 帅能当饭吃吗 在清楚之后 我觉得他真的很好 对我也不错 你爱他吗 你爱他吗 当然 我为了他 我能放弃一切 你可以吗 我可以 你知道他生日 是几年纪 也几号吗 先生 还没问 不知道生日年纪 12月25号 好 我再想请问一下 刚好 你知道王贝德 爱吃什么 知道 爱吃什么 他喜欢和同事一块 喝点小酒 吃什么菜 吃烤串 吃烤串 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我们俩出去吃火锅 他都会点一份拉面的 因为他知道 我们喜欢吃面 他说吃面对我也好 对吧 还是你了解的 我们俩刚好哭 你这样问我很为难 吴塔 我俩真的是一见中情 你一看眼睛就吴塔女朋友 真的 你在他身边 我觉得你就是一条汉子 是他纯哥们 你知道吧 来帮他忙的 我要告诉你的事 珊珊 其实也许你是一番好意 但有可能 你真的影响了别人的情感 也可能误导了自己 你能先暂时休息一下 你先暂时休息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们必须把这事理清楚 你跟王子分手 可以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是没有问题 但你不能因为 王子对你纠缠不休 你为了甩掉王子 把另外一个女孩子 扯进来 如果你跟他之间 真不是男女朋友的话 你对他是一种极端不尊重 而且有损于他未来生活的一种行为 不管是他的父母 他的朋友 都是不同意的 所以我郑重地再问你 你和刚才的那位女生 真的是男女朋友吗 说啊 你别作声 你别作声 我必须问你 因为你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 是你的事 但你不能把别人扯进来 你不能害了另外一个女生 你说嘛 你说清楚嘛 是你女朋友吗 你告诉我 你说啊 你说啊 是吗 你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你再这样的话 你只能离他越来越远 好吧 你说啊 告诉你 这是电视台 这是电视台 是面向亿万观众 你必须问这个女生 证明证声 你否则的话 你真的是害了 你的事可以在这解决 但不要扯上场 说不定人家有男朋友呢 不要说话了 王子 你的性格太强势了 来 你自己对着镜头再说一遍 珊珊到底是不是你 他让我醒来了 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真的受不了 他就跟梦魇一样 我告诉你啊 我有时候出门跟邻居打个招呼 他不允许 我下楼买包一下 他有跟着 这么多上厕所 他就跟我一块上 我真受不了 而且他动不动的就 动刀动枪 闹死脑活 你说我忍一天两天 我为了什么呀 我不能忍一辈子 我如果不是爱你 但是你也不能请一个女生 这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 是 对不起 我是不应该骗你 但是我是真的想 只是想刺激一下他 我让他离开 我想摆脱他 不想让他再纠缠我 你摆脱他 你还要不要点自尊呢 你是人 你是个男子汉 你是个男人 你为了摆脱他 你就随便跟另外一个女人 做出任何亲密的行为吗 太不自重了 我开始我还真以为他们是呢 我说我出了两个福利 我只是想刺激他 你刺激他 刺激他不能伤害别人 更不能不尊重自己 这方面我确实做得不对 对不起大家 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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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骗了大家 因为 是朋友告诉我 王贝德的遭遇 我觉得我对他特别的同情 你骗我们骗得那么情真意切 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不用跟我们说对不起 我本来是说我们都要对 向你说对不起 尤其是王贝德要向你说对不起 因为你是个女孩子 你将来还有生活 你还要恋爱 你在这帮别人的同时 有可能误导别人的情感 也有可能伤害了自己 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 明白 珊珊我觉得事情化成这样 我没有在台上带的必要了 然后 我觉得你在离开舞台之前 你要向王子道歉 王子对不起 我不是有一天你了 我希望你可以冷静一天 你可以找到真爱的 既然他不爱你 你就放手吧 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王贝德 你呢 你怎么会 再来 他把他给你 我不用来 还没收 我还没收 对不起